一张张触目惊心的伤势照片 从手到脚甚至连背部都有大片淤青 似乎已经不是第一次遭打伤才留下这些伤痕 但迟迟不敢对外说也不敢报案 就是因为有签下这张借款契约书 照片一传出应发讨论 日前有民众po文章表示 她的学姐在网路上看到桃园有家网路公司在真助理 就去面试 本来前几个月都很正常 但之后却像是来到职场地狱 不仅常遭到性骚扰 甚至还被暴力对待 更被逼迫要叫公司的男生帅哥 还称之为是台版的KK远区 尽管有提到地点就在桃园的西原路 警方网路巡逻发现后也到附近来访查 确实有一家网路直播公司 也联系上照片中的女子 得到的回应却是子虚乌有 没这回事 警方将要追查po文的民众 如果po文不实 这恐怕涉及散布假消息 若该民网友未定查证 到底照片是真是假还得继续查证 但警方也提醒网路求职 确实得要多加注意 毕竟之前诈骗集团的囚禁案件 层出不穷 别为了追求高薪 反而误入陷阱 这一边新闻 廖宗七线论桃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